向有新生,一切皆在一面中 大家好,我是云赫 下面我们继续分享 如何看剧才有常述的面相 我们看到 这个耳朵这个耳相啊 它代表了一个人的福报 一生的福报 身后还是浅薄 一个人的命运啊 这个好坏 我们的重点是看耳朵 因为呢,问福在耳啊 那么相书呢,讲呢 耳朵贴脑,聚采自考啊 耳内长毛,寿长子贵 那这呢,就 表示呢,这个耳朵 它代表了一个人 不单是这个福报的生前 同时呢,也看他的财运 的孙运等等 下面呢,我们呀,就来详细的 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首先我们看呢 这个 耳朵贴脑,这个耳相 这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我们 从这一个人的正面看 看不见他的耳朵 这样呢,就叫做 双耳贴面 或者呢,耳朵贴脑 那么这样耳相的人呢 他有两个特征 第一,表示呢 他聚财 也说他财运非常好 就像那个批货一样 他招财啊 而且呢,还能够把这个财富留住 必呢,成为一个呢 讲了以后呢,成为一个呢 这个富翁 或者是一个有钱人 我们看很多 这个 很多有钱人 基本上得说 都是啊 这个双面贴脑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像这个 双面贴 双耳贴面的人 他呢,善于思考 就是说呢 浴室啊 能够呢,计划周详 善长于筹划 善长于呢 这个 运用呢 自己超强的思考力 去呢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也说呢 这种善于思考的人呢 做事比较稳当 自己有章法 所以这也是他一个旺财的 这么一个呢 表象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呢 耳内长毛 瘦长子贵 那么一个人不光耳朵呢 大小 形状怎么样 那么这个耳孔啊 它是一个财库啊 这个耳孔相当重要 也是一个腐门啊 如果这个耳朵的这个耳孔呢 长了一个黑质 当然这个质啊 它不能赫色的 这是恶质 如果一个质呢 它黑黑啊 发亮 或者是呢 里边呢 耳孔里边向外长毛 我们把这个毛呢 叫做长寿毛 那么就表示呢 此人 不单是呢 身体好 啊 这个心态呢 开朗 而且呢 这个寿命比较长 另外一个就说 张游黑质和这种长寿魔的人 子嗣啊 也说子孙 都比较呢 这个 有成就 可以说呢 这个事业发达 而且呢 财云旺盛 而且呢 这个子孙啊 都比较贤孝 这样呢 就就说明啊 一个人的福报啊 也说他的风水也比较好啊 也是 吉了应得 对吧 那么呢 就能够享受这个 这个 晚云晚辅啊 所以啊 子孙贤孝的 说明比较长的 而且呢 有财的 基本上福报啊 都是福寿绵绵啊 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啊 从这个耳相 我们就能看 可以看出来 那么一个人的 这个福报如何啊 我们下面呢 看一个啊 这个图片 这两个少人啊 在自家的花园里边啊 在他喝茶 我们看他的耳相 首先看这个 老太太的女性 耳相 这个基本上来说是 双耳甜点 而且呢 耳朵比较大 有轮有亏有亏 啊 这呢 是有个有福报的 一个耳相 我们再看这个 老头的啊 那么老爷子 这个耳相啊 他也是呢 双耳甜点 而且呢 非常大啊 而且呢 耳高 过眉 所以这都是呢 有福报的耳相 好 今天呢 我们啊 对于耳相呢 就简单分享这么多 相不足论 还需要呢 东和一关 那么由首相面相啊 困惑的朋友 欢迎私人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